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会要聊一下关于Python的一个基础知识 那Python呢,是一个基础的程序语言,它是基于C语言的 然后呢,Python它已经被运用在很多很多的公司,很多很多的项目当中 比如说,Google呢,最大的一个公司,Google呢,就用Python来编了很多很多的程序 比如说,最近最火的一个Machine Learning,就是机器学习,那么都是基于Python的编译的 然后,比如说,机器学习当中的最牛逼的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呢,Neural Network也是用Python来编译的 所以呢,Python在当今社会当中已经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对于程序员来说的话 那Python呢,更重要的是Python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编程的程序语言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来推荐Python当作你程序入门的一个 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编程软件 编程语言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找到Python的一个下载的页面 那么我们就直接在Google里面搜Python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Python的一个官方网站 进去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Download这个地方 然后最新的一个版本叫最新的一个或者是最稳定的 现在最稳定的一个是Python3.5.1 然后因为这台系统是Mac系统的,苹果的Mac系统 所以我们就直接下载这个Download for Mac OS X 5.3.1 然后呢,我们下载这个以后找到它 它就会出现一个安装界面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是Mac的话 那么先讲一下Mac是如何安装的 然后我们再谈一下如何在Windows里面安装 那Mac的话你就 我推荐的话是用默认的方式来安装 就一直往下点 就Next或者是Continue或者下一步 一直往下点 然后呢,点选择你的安装路径 然后呢,再Install再安装 因为我们这个电脑里面已经有安装了Python 所以我就先不点这个 但对于你们的话 我们就一直往下点下一步或者是安装就OK了 那对于Windows的话呢 那同样是要找到Download的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这里有个Windows 这里会显示所有Windows版本 那么我们就先选一个最新的最稳定的Python 3.5.1 那这边如果你的电脑是32位系统的 那你就选择这一个Download Link Windows X86这个文件Download它 或者是你的电脑如果是64位系统的 那你就选这个文件夹去下载它 那你下载好了以后 也同样是进入安装包 然后双击它安装 然后呢,就一直往下进行默认的安装路径 我推荐是默认的安装路径和默认的安装 那个步骤 但对于Windows的话呢 还是要有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你可能需要设置一下环境变量当中的Path 把Python的一个执行文件路径 并加载在你的Path当中 因为Mac当中的话是默认已经加载过这个Path 所以不用担心你的另外的加载文件 那对于加载的话 我们这边有 稍等一下这边 在这边,我把它记录下来了 首先呢,你要找到我的电脑 然后呢,因为默认的Python3.5 它的安装路径是在C盘的User 然后你的用户名 在这边你的用户名 然后AppData,Local,Programs,Python,Python3.5 32呢,是你安装的32位系统 这边如果是64或者是没有的话 那就是64位系统 然后你要Copy这个路径 然后再找到你的我的电脑 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中的Path 然后把你这个路径Copy 然后粘贴在Path的文件当中最后一个 然后以分号结尾 以这个分号是比较重要的 分号结尾 然后呢,另外一点是 Pipe文件 Pipe呢,是用于安装额外的 外部的一些安装模块或者是安装包 然后用Pipe安装之后 可能会用到一些额外的加载模块 那会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们也要同样把Pipe 加在你的环境变量中的Path里面 所以呢,它的默认的安装途径在这边 我会把它放在那个Youtube的一个 那个Describe里面 所以呢,把这个同样也要注意 要加一个分号在这边 加在你的环境的变量Path里面 然后呢,你就不用担心之后 会用到一些Pipe安装啊 Pipe Install这些执行命令啊 嗯,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安装 简单的安装 那么呢,我们要看到底有没有正确的安装呢 我们就要先看你的电脑里面 有没有安装了这一个程序 这个呢,是你的简单的Python的简单的编译器 ID.le 然后打开它呢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窗口 那就说明你的Python已经成功的安装了 那我们再简单的执行一下Print的一个命令 就是说我要在屏幕上打印一个数字1 那么我们回车以后呢 在屏幕上就已经打印出一个数字1 那就成功的安装了这个Python Python的执行也没有问题 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全部的一个教程 那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聊到一些Python简单的一些应用啊 比如说字典啊 或者是列表啊这些东西 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学习 努力的发扬Python的精神 谢谢大家啦